大家好,我是刘备,今天我们来看看Seghara Form 1,20度,Babdiga,来,请翻开第44页 Babdiga,第三单元讲的是,Zamman,Pra,Seghara,Pra是前的意思,Seghara,就是死前时代 死前时代,什么是死前时代,Zamman,Taha,Pobaham,Pachapayan,Tagamaja,Manusia, 这实验是可以看到人类的演化,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类文明之前的进步 这一刻会讲的是,到底什么是死前时代,以及死前时代有多少个locacy,有多少个遗迹 也包括了死前时代的人类的生活,以及也会focus在死前时代对我们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什么贡献 也会分享一下,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个死前时代的遗迹 OK,来3.1 Zamman,Pra,Seghara,什么是Pra,Seghara,就讲呢 Zamman,Seghballo,Manusia,Menggatavu,Yatam Natudi,Sam,就讲呢,文字 有文字之前的时代叫做《死前时代》 OK,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上讲的是 性史时代 是有文字的,文字叫做性史时代 可是如果文字还没有被发明之前 文字还没有被用来记录之前 那个叫做死前 プラス的假的 OK プラス的假的就是死前 好 分成两个时代 一个是 Zaman Batu 石器时代 一个Zaman Logam 就是金属时代 或者叫做铁器时代 OK 金属时代 好 石器时代呢 讲的是呢 当时呢 就是使用石头科技 Entrogyi Batu 这个时候呢 分成三个不同的时期 就是Paleolithic Messolitic 跟Neolithic Paleolithic呢 也可以称为 Zamman Batu Lama 就是旧时期时代 Messolitic呢 称为 Zamman Batu Beteng 就是中时期时代 Zamman Batu Lama Zamman Batu Lama Zamman Batu Lama 新时期时代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旧时期时代 是比较 比较古老的 比较远古时期的 这时候呢 当时呢 是比较有充满挑战的 因为人类呢 就开始呢 就使用一些石头的科技 是比较recast的 比较简单的 有一位一些骨头啊 来制造一些工具 接下来呢 是中石器时代 实际上呢 就是指的是当时生活呢 就比较有更棒 有发展了 这时候呢 那冰河时期呢 也开始结束了 因为很冷了 然后人类呢 除了打猎之外 也会抓鱼 看到吗 这个他们打猎 就是他们就抓一只长毛巷 用石头 用一些工具 至于新石器时代呢 已经是非常的先进了了 至少呢 他们应该开始有 农业的出现 就是activity 之道陶瓷器 以及 会圈养动物 就有畜牧业的出现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旧石器 跟中石器 跟新石器的不同 Paleo 和Neolithic 好 至于 那 Logam呢 指的是金属时代 一般上指的是 钢砂 青铜器 OK 青铜时代 以及铁器时代 好 这时候呢 它开始呢 使用一些金属 或者是一些青铜来制造他们的工具 比如呢 当时人类呢 开始会 Blaiaran 就是开始会远航 就是会坐船的 他们呢 开始呢 进行一些物交换 Tura Barra 然后呢 会做一些工具 然后这些工具呢 都被发现了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发现 有什么呢 有这个Gapai 有铺头的 Tura Mawa 或者是那种人员的骨头 Blaiaran Tamata Lengbing 一些 什么长矛 那个 尖尖的那个 那个 比较尖的那个 长 那个 那种比较尖的那种工具 OK 那种 刀具 工具 所以呢 是用来打猎 或者是进行农业 Blaiaran 或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 Kappa Blaiaran 就是那种 铺头 Blaiaran 就插入式的铺头 Tura Mawa Tura Mawa 这种 这种 X 人员 人员的骨头 Blaiaran 就是刀 OK 都是铁器时代会出现的 一些工具 这边有Tempo Master 这个呢 是那个时代表 最主演的是 旧时期时代呢 在250万年前 到公元前8000 大概1万年前 1万年前 1万年前 这边呢 有重复性啊 中时期时代呢 开始在1万2000 公元前1万2000到4000年前 好为什么有重叠呢 就讲呢 可能不同的地区 他们过渡到中时期时代呢 有不同的那个年代 可能一些地方比较早过渡到 旧时期时代 一些人比较迟 所以有些比较早就比较迟 所以出现年代又重叠 然后新时期时代呢 是1万年前到2000 公元前2000 而金属时代呢 是公元前3500到公元后500 叫做金属时代 OK 通过这个时期时代呢 我们可以了解历史 以及了解我们的文明的发展 在这个漫长的场合当中呢 就慢慢的发展 然后呢 每一个变化呢 都是有不同的变化了 然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Innovacy 就是创新 在工具上的创新呢 可以 从 旧时代呢 到金属时代呢 可以让人类呢 慢慢的改善 他们的生活 而且呢 他们也发明了火 发现了火 或者是发明了 发现了如何 生活的一些方法 所以导致呢 开始就 有文明了啦 这个发现火呢 是在150万年前 可是呢 Membaap 生活的技术呢 大概是 公元前1万年 大概呢 是1万2千年前 这个呢 是 3.1 我们看一下3.2 全世界 到底什么地方呢 是有 史前时代的 那个 那个遗址 那个遗址 然后全世界呢 都 都曾经呢 出现过史前时代 只是快或慢慢的 有一些artifact 有些文物遗迹 有些呢 都是发现在 那个河谷 或者是山洞里面 ok 好 这些locacy呢 可以分成几个地方 比如呢 它是一个住宅区 或者是一个墓地 或者是墓场 啊 一些是 古代的城市啊 或者是一些 狩猎的地方啊 或者是制造业都有 ok 好 所以呢 这些locacy呢 都是被这个UNESCO呢 所承认的 就是联合国的那个文教机构 所承认 看看一个 Gua Chawet ok Gua Chawet 在法国的 好 在法国的Gua Chawet呢 这边有出现了一只 古人呢 他们就画了一个牛的 一个壁画 好 这边呢 是大概公元前三万年前 到公元前的 两万七千年前 好 这边呢 有看到的是这个壁画呢 证明了当时呢 有 捕猎的 一个活动 ok 在法国 Gua Chawet ok Eltamira 在西班牙 也是呢 可以看得出呢 一些壁画 壁画 这个呢 他们是在三万五千年 到一万年前的 一个 第十记录啦 ok 这边是证明了他们呢 当时存在着 Mersolitik 中实际时代呢 在这个 Eltamira 这个 这个洞里面 Gua El Tamira 好 在土耳其呢 这个 Hata Fuyo Hata Fuyo呢 大概是公元前七千一百年呢 到公元前六百 这边呢 有一些农业 或者是 有那种 种那些 玉米跟那个小麦 的一些遗迹 好 这个 这个 石头库 Stone Hurt 或者叫做巨石镇 这个巨石镇呢 当然也是很神秘的啦 他们说可能是跟外星有关系的 是一个很大大时钟的叠在一起 好 这有什么用呢 是Utjapan ritual 这些拜神的用途 大概在公元前三千七百年到一千六百年前 甚至呢 是Mengaji Pintang 是研究星象的 研究星星的 这个是巨石镇 然后B Bibekah India 在这个地方呢 有在大概有三万年前呢 就有一些遗址 死前的遗址 证明啊 印度呢曾经出现过死前人类 然后周口店 就是周口店 中国周口店呢 在一万八千年到一万一千年 年前呢 这边有发现了 Bkingman的 股价 Bkingman是北京猿人 是一种古猿人啊 这种古猿人 所以呢 这边呢 也是出现过死前 死前遗址 一季周口店 在中国北京 好 OK Shayu Suta 这个地方呢 叫做Shayu Suta呢 它在伊朗 在公元前三千两百 公元前一千八百呢 这边也是有出现一些 住宅区坟地啊 或者是制造一些 日常用品的一些地方 OK 是伊朗 好 Gorberi Tepe 这个其实蛮出名的 因为这个呢 有点颠覆了 人类 文明的那个 那个最早记录 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这个呢 是有一万两千 公元前一万两千年 就是大概一万四千年前 这边呢 有发现一些 实造的建筑物 而且呢 是跟 Vitual有关系的 就是跟 拜神 宗教 信仰的关系的 就是说呢 早在一万四千年前啊 这个地方有人 已经开始 有人呢 就开始拜神了 就讲呢 他可能比埃及还要早 因为 有信仰呢 就表示有文明 就有一个社会的存在 OK Gorberi Tepe 在国旗 好 讲完了全世界呢 我们看东南亚 东南亚也是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 史前的奇迹 好 比如这个搬枪的泰国 这个呢 大概三千六百 公元三百千六百 公元三百千六百 公元五百年 这个呢 是新石器时代呢 以及是金属时代的遗迹 在搬枪呢 开始有农业 有金属制造业 有那个仿制业 然后呢 陶瓷器呢 以及这个 就是有训物业的出现 好 Langong 好 马来西亚呢 最早的 这个 史前一世的Langong 这个Langong 这个Langong呢 有 在这边有讲到的是 在旧石器时代 OK 然后呢 在这个Hobbinghen时代 Hobbinghen其实是中西时代 东南亚的 中西时代呢 叫做Hobbinghen 他们没有叫Masolitic 他们叫做Hobbinghen Nasolitic是新石器时代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很快有三个石器时代 就是旧中根性 然后这边发生一个Pair up man Piri人 Piri人呢 是马六甲 对吧 Piri人呢 是马来西亚呢 最早的 史前的遗骨 就人类遗骨 大概一万一千呢 到一万 公元节一万年前 这证明了呢 在马来西亚呢 曾经出现过史前时代 Gualangwa Ulau Forest Gualang 这个呢 比较特别呢 是他们是比较久 就九万四千年前 最近十万年前了 一万两千年前呢 出现一种人叫做Forest Man 这个Forest Man 其实是比较矮小的 比较像是矮人 小矮人 Hormone Forest 在印尼的这个 古老Forest 当时也是有 出现的是 旧水塞 到金属塞的一些 活动的遗址 遗迹 缅甸呢 就是Gualangwa 这边呢 这边呢 一万三千到 一万年 一千公元前 一万三千公元前 一万一千年 好 山Q呢 是越南 好 这个呢 是 就是 就是呢 在东南亚呢 最东南亚里面呢 十七十三年 十七 东南亚里面呢 金属时代 或者铁器时代呢 最辉黄的地方 就在做 山Q 这边呢 有一些制造陶瓷器的一些 遗迹 这边大概是公元前一千 到公元后两百 算是比较靠近了 比较靠近现代的 不过这个呢 要记起来 山Q呢 是铁器时代呢 最辉黄的地方 就是山Q 这个 菲律宾的Gualangwa 这个呢 大概有四万七千年前 公元前四万七千年前 好那时也是发现一些人类的遗骨 大概是两万两千到两万四千年前 好 所以在东南亚的 死前遗迹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呢 早期人类在这块土地呢 是怎样生活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 照顾 或者我们要复原这些遗迹 确保呢 我们的后人 就讲呢 可以让后人呢 了解历史 了解 文明 就曾经出现了 曾经 经历过的 文明的那些 时代 好 所以我先讲到这一边先 我下次再讲三点三 我们下次见 拜拜